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身邊有文海 另外我們還有一位嘉賓叫Mandy 我們今天很感謝大家 我們來到馬連邏同鄉會不停課不停學 鬆著聊鬆著學的時段 今天我們的話題 大家都很想很想 也很大回應的就是 分離焦慮症 Separation Anxiety 為什麼今天會有多位嘉賓 特別嘉賓好嗎?Mandy 我們這個時候嘉賓文海介紹一下 是的 今天我們多了一個嘉賓 Mandy Mandy是一隻狗狗有分離焦慮的主人 分離焦慮的狗狗 究竟帶給Mandy 什麼的煩惱 或者是那些狗狗 究竟會有一些什麼 實際上的行為 我們今集就想 請Mandy真的去講一下 究竟她和她的狗狗 相處的時候 發生分離焦慮了 這個情況是怎樣的呢? 是 我們玩Mandy share之前 我們都想跟大家去玩一個 不是玩一個遊戲 問一下大家的問題 就是經常聽人說分離焦慮 分離焦慮了 OK 可能很多主人都說 我的狗都有分離焦慮 有些人就說 可能我的狗是不是有呢? 大家都不知道 整天都聽到分離焦慮很麻煩很困擾 很困擾的一個病 叫狗的一個病 一個心理病 大家有沒有想過 是什麼類型的狗 或者什麼性格的狗 會比較容易引發分離焦慮症呢? 阿文康 我們是不是有些 我們是不是有些Q&A 可以跟大家先玩一下? 是的 可以讓他們選擇的 看看他們會選擇 有什麼情況 我們呢 其實今天我們是 比較輕鬆地談的 大家就不用說 很焦慮死了 我又要想起這隻狗焦慮症 這件事 我們輕鬆地談一談 大家和他笑著 談一下你們的狗 患了分離焦慮症的時候 有什麼情況出現 好了 我們現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做一個遊戲 小小遊戲 好嗎? 我們看看下面 哪一種狗 容易患了分離焦慮症 OK 經常聽到 我們有幾個答案 給大家選擇的 這幾個答案 A 就是自戀的狗 一些很自戀的狗 自戀狂的狗 B 就是很醫戀的狗 C 就是戀愛中的狗 D 就是自弱的狗 好了 大家就認為哪一種狗 是比較容易患了分離焦慮症 那你快點 在我們的回應下面 告訴我們我們的答案 如果我們的答案 我們接著 我們節目尾聲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鼓了 我們都可以一起填的 其實 是可以的 你們快點填 你們快點填 我都填了 很多人說B 有人選B 有人說B 有人選C 我覺得是C C 戀愛中 戀愛中的人分開都不行 一對熱戀愛中的男女分開是不行的 明白嗎? 一分開就牽牆掛肚 又要封電話 你們會不會覺得C 戀愛中的狗 都可以戀愛的 Mandy 我覺得你好像在說人狗戀 好像在說人狗戀 人狗戀 是的 我們這個時間 大家記住 我們會不斷地出現的 因為這條問題 我們會在節目差不多 臨近尾聲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鼓告訴大家 OK 以下的時間 阿文康 我們請我們不要 載Mandy 這麼多時間 我們都很想聽Mandy 分享一下 關於牠跟牠狗的分離 牠狗分離焦慮的 帶給牠一些的 經歷 或者一些的 影響 影響 其實其他朋友 如果你們都是有 家裡有些狗狗 是有分離焦慮的 牠們是怎樣的 如果你們想和大家聊一下 分享一下 都可以的 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給你一條連結 進來和你們一起 大家聊聊天 輕鬆一下 輕鬆一下 因為我都跟你說 You are not alone 不會是你一個人 因為這件事情 大家很多狗主都在面對這個問題 今天我們就輕鬆一下 嘲談一下這個分離焦慮的問題 好 以下時間交給阿Mandy 好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的狗 我的狗是西斯犬 現在是三歲 八個月 快要四歲 其實 因為牠從小到大 我們家裡 24小時都一定會有人在 其實從小開始 都會發現 就算我們所有人在房間 只有牠一個在廳 牠都會開始狼叫 那牠一開始狼叫 我們一聽到就覺得牠很慘 就會出來招呼牠 那 因為以前我和家人住 家裡都有人 24小時 所以就算牠一無人會叫 那些都很容易解決 因為怎麼都會有人在 到後來我就搬了出來住 這樣 那搬了出來住的時候 牠又跟著我一起搬出來住 那 就有些時間 我要一天可能八個小時 要上班 那 和我的另一半 那 牠都有時會不在家 所以變了牠有些時間 要獨照在家裡的時候 通常 我們一出去 牠就會馬上 嚇到 柯屎柯尿 然後 一直都站在大門口 因為我們安裝了一個鏡頭 看著牠家裡怎樣 牠就會一直在大門口 徘徊 就是看得出牠是一個 很緊張的狀態之下 那 還有我們 試過真的出去八個小時 牠就是 廢了八個小時 那 就算我這裡住 這裡是養得久都好 大家都會被人投訴 那 然後 還有 因為牠經常很緊張 所以我們覺得 牠一緊張 其實牠的體味 都會很大 是的 是的 你會 對不起 我想問你說牠的體味很大 是因為牠 噴過門線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又不知道 總之如果那一陣子 我們試過這樣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幾天的話 你就會發現 其實牠不知道是不是緊張 所以你會覺得牠 就算洗完澡很快 也會有很大股狗的氣味 但是 應該是口水 應該是流口水 流到這裡 很多口水的氣味 你聞到那股氣味是口水的 要不就失禁 要不就是流口水 發震 這些通常都是分離焦慮的 一個很嚴重的症狀 緊張 嗯 嗯 接著我們試過 就想著不讓牠在大門口 不讓我們出門 會不會好些呢 就運了牠入房 這樣 那運了牠入房之後呢 就更誇張 牠就捏門了 接著直接試過 有一次捏到 有一隻指甲脫了出來 這樣 所以之後就不敢再運牠入房 這樣 是的 還有 還有 還有牠從小到大 因為牠很黏著我們 那所以呢 出門外呢 我們經常都以為牠是會咬人的 就是那些咬人的狗 但是後來我們覺得好像是 就是牠很害怕離開我們 所以呢 如果一有人接近 打算拉走牠呀 碰牠呀 牠就會很惡會咬人這樣 但是現在就發現 現在做了訓練之後 發現其實牠沒有那麼害怕離開我們的時候 其實對著陌生人呀 路人呀 就是友善了很多 嗯 我想問一下Mandy 這個情況維持了多久 分離之雷症 分掉了你多久 我想維持了 一年左右 這樣 那就 每天跟你一半都要商量 你明天幾點出去呀 我幾點要回來呀 跟著我出去都會忍不住 不停開著個攝影 開著個攝影 數著 究竟這一個小時裡面 牠廢了多久 通常都是廢20分鐘 休息5分鐘這樣 所以你一路上班一路開著 聽著或者你出街一路聽著牠廢 其實你個人都很緊張的 就算在家裡做訓練 就是做那些 我出去呀 牠開門 就是我們 可能暈住牠在房間 我們關門出去一會 那些 那牠都會不停廢 那之前也有上網找一些方法 就說 就是想著是否可以由牠廢 讓牠習慣這樣 但是其實你一路聽著牠廢 你自己都 心情很差這樣 嗯嗯嗯 我想問牠廢的情況 那牠可以廢多久呢 你有沒有試過 最長可以廢多久 可能幾個小時 一個小時就完 還是可以是間歇性 可能廢整晚的情況呢 試過我出去 開著攝影機這樣看著 牠真的廢了八個小時的 就是可能廢三個字 那就休息五分鐘 然後又再廢三個字 休息五分鐘 這樣 這樣連續八個小時 那天經常上班 一直偷聽著電話 一聽到牠安靜 就心想終於安靜了 誰知道一分鐘後 一分鐘後又開始廢回來 其實都很多 就是你要聽著牠廢 就是八個小時 你都 你現在人的心情都會 怎麼說 你明白嗎 這件事情 是啊 是啊 你就會立刻 立刻 放工回家 到後 但有時候你又想著 算了不開攝影機 是的 又得牠廢算了 這樣 但你最後都會忍不住 開回來 看看究竟牠怎麼樣 你也有分離焦慮 就是說 就是牠令到你有分離焦慮 是啊 就是牠令到我們都很緊張 經常都要檢查牠 現在在做什麼 牠還有沒有肺 還在門口 接著一看到牠在門口 肯爬下來休息一下的時候 你個人都會開始放鬆一點點 這樣 這段時間 就是怎樣 你跟先生 家裡只有你跟先生 兩個人 是啊 所以就是你們 你們就要好似 轉移 鄰間去看著 那隻狗 是啊 然後就會 譬如 可能對方要出去 就會心想 哎呀你為什麼要約人出去 這樣 就是在我沒空的時候 你又出街 讓牠自己一個郵費 這樣 嗯 明白 那其實你說廢 你本身你鄰居有沒有投訴 那些 有啊有啊 有被人投訴過兩三次 是啊 但是 但是 但是管理署 不好意思 你是住樓還是住村屋 我住樓的 啊 還麻煩啊 住樓真的 我覺得住樓是 比較上 難搞些 村屋你真的 還叫做 我廢了 你真的 鄰屋就算怎麼投訴 你真的 都沒有事情 實際上可以做 做到 除了同樣投訴 但是你住樓那些 很多時候去到管理署 去到什麼 業主立案法團 那些就會是 都很麻煩啊 是啊 還有因為呢 它是 全日守住 是一個大門 那你住樓呢 一出電梯的走廊呢 是很應聲的 所以我每次一出電梯 或者一入電梯 有時候我關了門 我覺得自己已經下了三層 都還聽到它 在廢 這樣 啊 那件事很尷尬 整件事 是啊 然後都被人投訴過 管理署真的打來找我的 就有三次 這樣 但是我問管理署 是不是被人投訴了很多次 那他們說情況都是這樣的 嗯 嗯 但是 怎麼說 你 就算管理署投訴 你那時候 你的人都不在家裡 都做不到任何事情 是啊 你都只能夠 因為我這裡 都算養得久的 就是可以養久的 那 所以就一定會 你要 7點前回家 盡量 希望不要騷擾到人 不過它 每次都有 之後 我8點上班 到我回家7點 都不停在廢 那 其實 唉 我也覺得 很不好意思 看到鄰居出門後的時候 嗯 尷尬 是啊 其實 咦 為什麼 我很明白你 因為其實我都是 我的處境和你都是差不多 是啊 我的狗 其實因為很多人都知道 我的狗是有分離之類症的 就是 鋒鋒 第一隻養的馬蓮奈 分離之類症 都挺嚴重的 就是 我不知道 Mandy 你家裡 你的狗有沒有破壞 家裡的東西呢 除了肺炎之外 除了肺炎之外 它 因為它是細屍 所以我覺得 它的破壞力不算很強 那它 最多就是 揮門 這樣 然後 如果你有欄杆擋住它 它會 不斷咬 欄杆底部 或者揮 所以有一次用欄杆 它就真的 弄到自己脫了一隻指甲 所以之後就沒有再用欄杆 所以只有它在大門 大門 它就會揮 還有嘗試咬 一些邊邊這樣 但是 破壞力就沒有看到 說會弄到 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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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始終都是小狗 嗯 小狗 始終都會好些 我養大狗 問題是 廢 其實我鄰居都會投訴 我其實 附近都有一些 有些 比較 敏感的鄰居 都會有投訴 它都會 它就會 撕張紙 匿名地撕張紙 在我的信箱裡說 你這隻狗說 鄰居了六至八個小時 這個情況 就是它又很軟轉地說 我不知道它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是很奇怪 它不斷停鄰居 不斷地廢 如果你再這樣 你會叫警察 或者叫SPCR 因為我附近那些是有些鬼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問題是沒有辦法 問題是 因為回來之後 那些狗就一定會廢 老實說 我是廢到 我的狗就這麼大隻 它廢入 一定不要細絲這麼小聲 狼叫 就是廢 呼 這樣就廢到狼叫 那我的狗就是 初期是咬東西的 咬 咬爛爛 家裡的東西 我有機會 把照片給你看 那些梳化全部都爛了 其實 我們明白 但是現在 想回頭 你又說 有時候有些事情 Mandy 你現在說 是不是都可以的了 現在 改善了很多 我聽你剛才說 做了訓練之後 現在改善了很多 就是 現在就是 我們出門後 它會 雖然都會廢一陣子 但可能廢兩三分鐘 這樣就停了 然後它就會開始回到自己的鬥裡睡覺 這樣 當你見到它回到鬥裡睡覺的時候 你就知道其實它已經放鬆了 這樣 所以你的人都會放鬆了很多 所以我現在都少了檢查 家裡的燈子 它現在正在做什麼 這樣 現在通常開 它都是在自己的鬥裡睡覺的 那它又真的一天可以睡八個小時 我現在最嘗試過離開 兩個人都不在家 離開十四個小時 那它都可以 而且還沒有到處 那每次開 我都看到它在自己的鬥裡睡覺 所以現在每次回到家 看到它都很開心 以前 它真的廢了八個小時 你一回去 其實你會看到 它真的廢到快要開脫 這樣的樣子 是不停地喘氣 見到你 就會很心痛 你會看到它快要開脫 接著要你抱它 這樣 現在同時間治療了它的分離焦慮 也都治療了你的分離焦慮 是不是有什麼意思 是的 是的 非常好 我覺得 我覺得 家裡的狗 說有分離焦慮症 其實 主人也有分離焦慮症 這件事 因為經常都很牽掛 不知道它家裡怎樣 又不知道廢多久 又不知道它廢到 是否一樣 好像Mandy 因為其實它們廢 真的廢很久 回到家裡 我開門的時候 你真的有時候 你會很悶症 開門後 那些東西都拆爛了 但你的問題是 你看到它已經廢到差不多 好像Mandy 斷了氣 其實你會很難很心痛 你會心痛它 你會覺得 哇 大哥 過去那幾個小時 它是多麼無助 是多麼無助 一隻狗 很孤獨 很無助 面對一個空間 找不到你 所以很少 我自己真的很少去罵 有時候很悶 但是一身吞了下去 那我想知道Mandy 那你怎麼去 改善 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 怎麼改善它 對 有人問 Angelo Angelo 你好 她說請問Mandy 訓練了多久 我想她的意思是說 用了多久的時間 之後改善到 分離焦慮症的問題 我就是 今年3月的時候 就找了文凱老師 去做一個 30天的寄宿訓練 主要想針對她做 她這個分離焦慮的問題 然後 在文凱老師那裡 應該 老師幫她做了很多 我們可以離開 讓她自己可以獨處的訓練 那之後 回到家 都不停做訓練 那回到家 頭一個星期 因為我知道她累的時候 她又會再放鬆一點 那所以 她一回來 我幾乎就 每一天 那時候剛好有放假 所以我每一天早上 就先跟她出去散步 和跑步 跑一個小時 讓她很累 那再回到家 才給她吃 才給她 還有要她 回去她自己的獨特 睡覺 她的獨特 休息 那我們再出門口 這樣 不停這樣做 做這個訓練 還有現在 少了 少了抱她 雖然我也很想抱她 但是我發現一抱她 就開始得寸盡赤了 一抱她 就會開始 那種焦慮好像又回來 我也很害怕 還有 回到家 都做很多是我們關門的訓練 因為以前 我們是連關門都不行的 就算在同一間屋 但是我進了房間 關門她都不給 以前和家人住的時候 都是沒有人可以關門的 以前家裡三間房間 就是我爸媽媽媽媽這樣 都不可以關門的 只要有人關門 她就會很緊張 馬上去找門 那些 所以我們以前都是 整間屋全屋都不關門的 她喜歡去哪間房間 找哪一個就去 這樣 所以現在 都 會經常跟她做 就是 她自己在廳裡睡覺 吃東西 玩 但是我們就入房關門 這樣 嗯 就是做很多關門的減穩訓 我們繼續減 對 她見不到我們的訓練 然後外出又會 每天放狗 有時候會做些訓練 就是她 當然有先生在外面拖著她 那我就可能進超級市場 或者是7-11 她要在外面坐下來等我出來 這樣 嗯 是啊 你的狗是和你多一點的分離之類 和你分離之類 是啊 就是和你先生就沒有 就是狗很癡理 但是和你先生就 是啊 應該這樣說的 應該就是說 因為我和 見Mandy的時候 有去了解那個主人的 去測試過 就是說 原來這隻狗狗是 離開Mandy 一米 是一米 都不行 是的 但是離開她老公 沒有問題的 就是說 她不覺得 媽媽和爸爸的概念 她覺得媽媽就是媽媽 她沒有爸爸的 是的 就是那個情況 那 還有其實都 我想 大家最想知道的 可能 Amanda 你又說一下 你會不會覺得 你某一些行為 去導致了一隻狗狗 有分離之類 其實你知不知道自己的 有什麼行為 是導致了一隻狗狗 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其實你說得了 我們都 不會說 很斟酌去說這個部分 就是 有些什麼 成根 不會長篇大論這樣說 只不過是想聽一下 你知不知道 因為你現在已經是 叫做 很短的九成 那你應該是了解到 自己的行為 自己對這隻狗狗的態度 有改變 才可以令到它有改變的 那所以想聽你講 究竟 你應該很清楚明白 你自己有什麼行為可以做 剛才你講了譜 有什麼行為 是 不可以做 有些行為 是可以做 而且要做多一點的 譬如訓練做多一點 你又說一下 你覺得 之前做得不好的 令狗狗導致這個行為 是 你做了什麼呢 我之前是 比較種 種一隻狗的 因為我每次都見過 很可愛的 所以基本上 我每天一回家 它黏起來 我就會抱著它 然後 讓它上床睡覺 所以 基本上 總有個人 在他身邊 讓它黏著 那我呢 就是給 最多零食 它吃的 還有通常 通常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無雙大雅 就是 它要什麼 我都會給它的 譬如它 因為其實它 又不是真的 很大的破壞力 所以它有時候 可能會 咬了一些 咬了一些公仔 或者咬了一些 可能一些夾 讓它看到 它拿來咬 那我就覺得 你要咬就咬 你咬得開心 就咬 然後 其實我們常常 帶它出去 那我每次帶它出去 我覺得好像很 可能以前過度保護它 就是我一見到 有其他大狗 或者 覺得它有危險 我就會馬上抱著它 抱它走 通常坐升降機 因為坐升降機 它都很吵的 就是它見到 它經常都覺得 升降機好像是它的 那樣 所以有人進來 它就會開始 吠吠吠吠吠 那樣的 所以每次 我通常都是 第一反應就是 抱起它 來安慰它 那樣的 所以 我們真的經常抱它 抱得好多 還有 都給了很多零食 那所以 對於 狗糧 以前它對於狗糧 其實都不是太大興趣的 那我又覺得 好啦 那你不喜歡吃狗糧 那我就可能煮些 你喜歡吃的東西給你吃 煮些雞肉 豬肉 給你吃 那所以它應該是 現在三歲 八個月應該是 從小到大 都是想要什麼 我們都滿足它 那現在就 改變了一點 因為我真的沒有辦法 二十四個小時都陪它 那所以就 要做一些 令它獨立一點的訓練 那樣 還有一些紀律 那可以 大家一起 將來還可以再生活多 十幾二十年 是 對 很重要 我聽到整件事都很正確 是 一個很成功的 就是 令到 婚萊子女症 症狀減 症狀減 退了很多個案 是很好 這個 很正確 所以大家是不要氣餒的 我們是 婚萊子女症的父母 不要氣餒 大家應該是 好像Mandy那樣 我們一定有什麼事情 都要尋求人 幫我們忙 還有 接著去訓練 那 阿文凱有沒有 跟Mandy 補充一下 因為你好像 你提供了訓練給Mandy 其實 她那個情況 因為我其實很清楚的 她那個情況 一開始 跟Mandy 聊的時候 其實要分得很開 就是 狗狗針對性 針對她的分離招女 還有 不見人的分離招女 兩個的個案 兩個完全不同的情況 一個就是主人 一個就是任何人 還有 你剛才也聽到她說 之前她的狗狗是生人密近 都已經 怎樣去處理到 其實 很多主人都不了解這隻狗狗 其實不是這隻狗狗生人密近 是你不了解她 偵受她 其實她自身處理方式 trze 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但你看她 什麼都不好 這些都不好 的時候她覺得 您這樣是不好 人家走近就不好 別那下去就好 這是很正常的 用一個正確的態度,分析了主因 了解狗主Mandy和狗狗究竟是怎樣生活,怎樣形成 你才可以找到解決問題 Mandy就是很勤奮,這個是基本的 我經常都說你要教好你的狗,你一定必須要勤奮 第二件事你剛才都聽到,其實牠很清楚自己是有什麼問題的 牠清楚知道的時候去改,已經是很簡單的事 所以牠的狗狗在短時間內可以改到分離焦慮 其實牠的分離焦慮是挺嚴重的 其實老實說是挺嚴重的 因為牠真的廢足可以廿四小時 不是說狗狗都可以在短時間內去解決這件事 但問題就是狗主有信心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樣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的看法是這樣 好的,謝謝Mandy上來分享 Mandy,你的狗狗在這裡 你好,叫你狗狗跟我們說個Hi 我捧牠過來 好,好 肥仔 肥仔 來吧 你好 幫牠帶了一個頸圈,因為牠經常舔自己的肚子 Hello 肥仔,好 你好,肥仔你以後很乖乖的 好可愛 牠其實是乖的 我之前都說過 其實Mandy覺得牠的狗殺人物更 摸牠,愛人摸牠會發我咬 其實我給了很多人摸牠的 當然我沒有跟牠說 沒有跟牠的狗咬人 是的 這個也是 牠是很開心的 牠喜歡被人摸的 被人摸多一點 嗯 嗯 好 好的 好,謝謝Mandy 今天跟我們分享 先謝謝Mandy 肥仔你乖乖的 好嗎 OK 拜拜 Mandy 拜拜 好 我們繼續跟文凱一起 我們輕鬆一點 不要太過正經 剛才好像很教學 今天講明說很輕鬆 講一下分離之外的性 一講問題一講訓練 就很嚴謹緊 我們 今天要輕鬆一點 這樣講的 搞到人家這麼嚴謹 搞到人家不敢喝東西不敢吃東西 怎麼辦呢 我拿了很多東西出來吃的 你知道嗎 我很感動 我想哭 大佬 看到那隻這麼誇張 那隻狗可以 差不多可以改了 原來感動 是的 OK 其實分離之外 我們又講回 我們一開始 最一開始的問題 那個問題 文凱 最一開始的問題 是 最開始的問題 是的 我們是說 什麼類型的狗 我們是比較容易 幻想這個分離焦慮症的 我們有幾個答案給大家選擇 A是自戀的狗 B是醫戀的狗 C是戀愛中的狗 D有自虐的狗 是的 大家記住 在下面的回應欄 告訴大家 你們是覺得 哪一類型的狗 是比較容易 說想分離之外症 好了 填了之後 我們就在節目的尾聲 我們就會 告訴你們 正確答案是什麼 我們都說 文凱 你有沒有聽過這些個案 那些不離之外症 都比較上嚴重 嚴重到 怎麼說 要吃藥 你有沒有聽過這些個案 吃藥 吃藥 其實都 我自己就沒有接觸過這些事 但是 但是有一些 我聽過 就是真的帶了一隻狗狗去看醫生 那醫生就說 那我開一些藥給它 因為有些藥可以抑壓它 某些的分泌 令到它比較累一些 是的 但是實際上 我就沒有這樣的經驗 因為通常 找我們的時候 應該就是用訓練去改善這個行為 不是用藥物 但是我知道是有藥物解決的方法 是的 我都聽過的 我想有些是用藥物去解決的 都已經很嚴重 其實都可以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一個個案 可能很多人都聽過 我實際上的嚴重度是 上次的解說過 是拆了我的門框下來 就是到門框走下來 所以你們有朋友去過家裡的廁所門框 為什麼家裡經常說 為什麼家裡廁所是沒有門鎖的 因為沒有門框 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 沒有門框 拆了下來 那個門框 為什麼不安裝上去 因為我安裝上去 然後又拆了下來 那就不安裝了 還有家裡只有我 我和家樂兩個 我們就 因為門就關掉 沒有什麼人偷看 沒有人看 是有客人來不太方便 所以沒有門鎖 就是嚴重的就是拆門關 你問我 廢其實也很麻煩 斌尼招育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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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幾個小時 好了 人出門口而已 但是那個問題是 你的鄰居都挺惡頂的 如果你真的 你鄰居有分離之外症的狗 其實你們都會感受一下 就是有時候都是將身比己 就是沒有辦法 有時候鄰居去投訴 你都沒有辦法 這件事情 唯有做個倫理關係做得好一點 比如說做什麼分離之外症的狗 通常覺得分離之外症的狗 會有什麼的行為呢 通常會破壞些什麼呢 不如我們又做一個叫做 叫什麼 投票好嗎 我想看看大家的狗狗 如果有分離之外症的狗 那些狗狗通常會破壞些什麼 為主 會有些什麼症 病發的時候會做些什麼行為出來呢 我們是不是有個投票 是的 投票就是說 如果分離之外的狗狗 最喜歡 首先破壞些什麼物件 讓他們先投了破壞物件 破壞物件 破壞物件 是 好了 你們可以選的 你們現在可以選 分離之外症狗 最喜歡破壞些什麼物件的 A 梳化 B 自己穿床 C 地毽 D 盆災 E 大門 我的狗 我去拿東西喝 你慢慢投票 我去拿東西喝 快點回來 拆了門下來 F 請其他 其實 老實實 你問我 我覺得 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沙發 因為 你上網看到很多片 或者是 一些人經常發出 哇 我的狗分離之外症 但人們很喜歡 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發覺是 我自己 每一次 咬爛沙發 鋪上去 我的狗分離之外 我人不在 分離之外症發 所以咬爛了沙發 因為三座位沙發 咬完A座位 這個洞之後 咬B座位 再咬C座位 所以經常發出 那時候 OK 人們就很喜歡 當你是很臭底的時候 發出 沒有人跟我A 阿希 阿希選了A 阿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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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淑賢選E 大門 原來真的有人選大門 Equa場 A A 場這東西 OK 我的狗也有 牠呢 揮牆 揮 你 問我 不知道有沒有嘗試 來我家 沒有發現 大門蜂蜂蜂蜂 有些揮痕 脫掉了杯水 那隻狗揮牆 好像想挖 張國在蜂蜂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回來 治療症病發的時候 可能他們想 在這個空家逃出去 另一個空家找我 還是怎樣 他們可以挖牆 去挖牆 挖牆 挖到 底油都出來了 差不多 真的 都很深 都很鮮 不可以挖牆 還有些什麼 好像挖洞 挖洞 挖洞 我也聽過 只是吃牆 吃 這樣吃 我就 挖牆 我挖牆 我的狗也有 咦 有人說沒有固定 是的 屬閑就說 F F 槍簾 我回家 回來張國正的時候 她是咬窗簾 咬爛 咬爛 就 Ina 我不會讀 Ina Ho E 是大門 但 原來我不是孤獨 這句 原來很多人選大門 是盆栽有沒有人選呢 竟然是 大佬有些家裡不種東西的 我也有 我有種的 它咬爛了一棵樹 咬到一棵樹是 分屍 整個屋都是樹葉 我以為一棵樹是 怎知道我 Eddie Eddie說全餐 Eddie說全餐 全部種了 全部種了 Eddie你說我 是不是 你說我全餐 我全餐 我 真的 其實真的 怎麼說呢 老實說 我初次真的以為大家會選梳化 但梳化竟然不是太多人選 但梳化真的挺好咬的 梳化太簡單了 不是要每次種梳化 你看到外面那些 那些叫什麼 外面 很多人在外面那些 投資 通常都是種梳化的 梳化沒什麼人選 厲害 竟然 可能因為他們兩晚年來 預計了他們咬梳化 所以他們不放梳化在那裡 只是放一些木椅 或者是不用梳化 廳沒有梳化的 只有桌子和椅 對 我有想過 我有想過 我曾經有想過 轉不鏽鋼梳化的 就是買了地鐵用的那些 那些 地鐵那些燈 回家床 我有想過 真的 哇 我自己都好 好 老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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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有什麼選擇 你們想去 我吃下去 吃了整個梳化 吃了整個 Eddie Eddie 你上來講幾句好嗎 Eddie 我給你一條梳梳進來 你上來講幾句好嗎 你很飽 吃了整個梳化 這一點是不是 Eddie 我給你一條梳梳進來 講幾句 其他朋友有沒有選擇 有沒有其他東西 有沒有人吃了手袋 哈哈 哈哈 是啊 沒錯 馬仔什麼都咬 其實馬仔不是上次說 馬仔叫做鱷魚 馬里吉塔 什麼都咬 其實真是 老實說 一隻馬連內 Phoebe 你好 Hello Phoebe 你好 馬連內來說說 真的 分離之位症 其實馬連內 很容易中的 我想告訴你 是很容易中分離之位症的 是那個比例上 比其他九州去圍高的 為什麼會容易中 又是回到第一條問題 你覺得為什麼馬仔會容易中 是不是馬仔自戀狂 還是他有依戀性 還是馬仔很容易拍拖 有戀愛的感覺 還是有自弱性 對了 這又回到第一條問題 我們在節目尾聲 我們見到給大家看看 Eddie 是不是進來 Eddie 分享一下 你馬仔咬爛 吃了整張沙發的情況 我們來聽聽 試得快一點 Eddie 是的 這個 大家都記住 我告訴你 我們在節目完結 告訴你 看看哪一種狗 這個真的有根有根 是哪一種狗 是比較容易 分離之位症 是 好了 我們文康又有講講一些個案 回來超級症 你又會有些是 就是 除了剛才Mandy之外 有沒有一些個案 都是比較上是 怎麼說 難忘 難忘 是 就是難搞或者是難搞 比較上難搞 其實是人難搞或者是沒有主人難搞 就好 什麼都好 是的 有一個個案 就是我之前都講過的 有一隻唐狗 唐狗 他都五六歲的了 就是我們接觸的時候 那他發病的時候 就是 剛才這樣 都是有其中一個 就是他對大門 他吃了半道門 吃了半道門 接著他的主人 就真的很害怕 很害怕 是 十分之害怕 那道門 為什麼這麼容易被他吃掉 我就沒有 因為他不停地去刨那道門 他咬下面那道門 不停地咬 咬到就是吃了半道門 那我想 那個情況應該跟 阿楓楓 抓牆的情況 他想走出去 變成他不停地咬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大家都是 可能大公仔都是 回九至六 他起碼有八個小時 不是在家裡 八個小時 對於一隻中型的 他絕對夠時間 是吃了半道門 可能他因為飽了 所以他才不繼續咬下去 如果你給他八個小時 他應該是可以吃得完的 那 那 他 很難想像 這麼多 就是幾個小時 你吃了半道門 都悶 都有重量 它是借渣目 來的 不是 他可能是吃了一些 又吃不到一些 那另外 就是說 這隻狗 因為吃了半道門 那時候 他的應急的方法 就是 除了有一道新的門外 還要在門那裡再加板 是以防他 可以咬得爛的板 那結果呢 就是 握到他的手指甲 手指甲是這樣握的 咬不到 就握 就是 全的手指甲都是損 那回到家裡 就好像空岸現場 那樣 流血了 等一下 他們有人說 手袋咬各個位 哦 就是手袋起各個位 就咬 Eddie 你穿完衣服 我給他拿 你快點進來 你不用了 不用穿衣服 你經常給我看 OK 好嗎 或者你不穿衣服 就給我們一個空機 給大家看一下 快點進來分享一下 鄭師議員 我們有時間 有Mimi Mimi進來 我們有Mimi進來分享 應該是 我覺得自己在說一個鬼故的節目 我經常跟別人分享她的經驗 Mimi 麻煩你打開 我們記得打折了 你的 打折了 好可愛 我們要這樣跟Mimi溝通 她的出場方式 好可愛 好可愛 Mimi有沒有聲音 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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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Mimi 你好 這邊 放完酒了嗎 放完酒了嗎 剛剛回來披頭散發 哈哈哈哈 對了 是誰來的 Apex Tuby Tuby Tuby你好 Tuby馬連累 Tuby幾歲 Tuby七歲 七歲 你和我的狗都一樣 原來 是啊 你正在說到哪個 分離 我們先給Eddie Eddie進來 先給Eddie 今天很刺激 是啊 為甚麼 Eddie 你先打正鏡頭 Hello Eddie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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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 咦 咦 Mimi很不穩定 Mimi走到下面 為什麼 好 這個 這個 好 好 我們講一下分離焦慮症 我們 Mimi先進來 我們先進來 Mimi先分享一下 她的分離焦慮症 這隻狗分離焦慮症的問題 其實 好像今天文海這樣說 其實我們覺得 這隻狗有分離焦慮症 這隻狗未必有分離焦慮症 我最初覺得 它有分離焦慮症 是因為我們搬屋 還沒搬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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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櫃 還要入鏡 哈哈 哈哈 因為我們初初第一次接VP 回來的時候 它是很穩定的 在家裡它不會廢 還可以在飛機箱超過十個小時 因為我們有時候上班 但是自從它搬了之後 它就在飛機箱裡狼叫 慘叫 外緣 之後 都要不肯入籠 這樣跟它在未搬屋之前 完全相反 還有 變成睡眠質素很差 睡眠質素很差 之後 後來 發送出得很快 所以 作為狗主 自然會覺得 它有一點點分離焦慮 因為 它比起 還沒搬屋之前 情緒很不穩定 而且 經常都會 很緊張我們離開家裡 所以可能在搬屋的時候 新屋 我們還沒處理得好 所以 到現在 因為我們 因為工作關係 我們又搬了一次屋 它到現在 都會很緊張我們出門 而且 不肯入飛機箱 平時你叫它入飛機箱 沒問題的 但是它當知道家裡沒有人的時候 它入飛機箱 它就好像要送它去行刑仇把 這樣 所以 因為我沒有帶它去看醫生 沒有用醫生去評估它是否分離脂肋症 但是 有時候上網看看 那些分離脂肋症 那些狗的行為 就 擔心覺得它是 是 是 說完了 說完了 我想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廢得很厲害 他們 有啊 我剛開始的時候 可能 在村屋的時候 走到村口 都會聽到他們廢 但是因為廢多少個小時 對不起 你有沒有廢多少個小時 那些情況 沒有的 可能廢十分鐘 不 十分鐘左右 我記得了 因為已經很久了 一般都六歲多了 還有 那時候是因為 家裡有攝影機 我後來沒有逼它入飛機箱 因為它從來都不咬東西的 到現在它都沒有咬 懶一樣任何東西的 一般 那我就讓它在家 當我們不在家的時候 它可以在家 不斷走走走走走 走三個小時 總之很不安 而且經常在門口等 等著 看著門口等人回來 所以 我就用我們狗主的心態 覺得我的狗是有分離 嗯 嗯 但是 我聽到那個 就是比起剛才Mandy 跟我的那個 程度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應該 不是很嚴重的 開始 會不會覺得 Eddie你有沒有聽到 Mimi那個案子 Eddie你又說一下 那個我沒有進來 我聽不到 那個案子是怎樣 Mimi 剛才那個案子 就是Mimi 這個 你說了前一個案子 那個案子是誰 之前那個是Mandy Mimi這個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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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想問一下 是不是我的問題 我很適合 其實我聽不到 我其實不是 Mimi她比起我還要飄的 她的聲音 我都聽到是比較適合的 是嗎 是 飄一下飄一下 Mimi 已經是最大聲的了 是不是 可能狗在前面飄一下飄一下 糟了 Winnie說 是否有阿飄 她說你家裡是不是有阿飄 所以她的聲音這麼適合 不是 她們兩個是這樣 她們兩個是這樣 剛剛拍完回來 很騷擾她 是啊 是啊 Mimi你的案子 你不是廢很久 那些狗都是在說幾分鐘 十分鐘 我猜是 因為我沒有花幾個小時 去看著她廢了多久 只不過 可能 回到工作 突然按攝影機 進去看她 她是怎樣 她就在那裡 不停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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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了很久 不好意思 Winnie說我又在吃東西 沒錯 所以我特意 酥燒 好吃的 麻辣味真的好吃 OK 沒有贊助的 你 酥燒沒有贊助 狗糧 我想問一下 你說你的狗會在家裡 所謂的分離之內 會到處走來走去 會廢 牠有沒有自殘 想一下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因為我之前真的有個案子 那個真的比較極端一點 牠是咬到自己的尾巴 都差不多斷了 哦 這個 稍後我們 稍後我問清楚 Mimi這個 Mimi這個 她 她 沒有自殘 其實只是看著你們 出門口 就是等 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對 我覺得輕微 雲海你覺得呢 因為其實走來走去 都會是其中一個分離 就是做一個 鮮琴沙 有沒有流口水 流口水? 對 那些鮮琴沙 都不知道了 對 可能在一個籠裡面 但是 牠 那些 牠只是會 因為我不睡牠在籠 牠會 找我們的衣服來咬 來攬住 但是牠又不會咬爛的 牠真的不是一隻馬連愛 有時候覺得牠 牠不會咬爛的 輕微 應該不可以說是 有沒有 應該是輕微 這個是先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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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的 那問題 但是你家裡 都比較多時間有人 就是很少說沒有人 因為自從我們覺得 牠有這個問題之後 加上後來 家人身體有時要長期留在家 變成家裡有多個人培訓 那牠又變成穩定飯店 變成沒有騰得那麼厲害 沒有說你去按攬營 看到牠 不斷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嗯 對 所以我猜 如果你用這些 這些這樣的情況去評估 可能牠真是很輕微 我想問一下 那你家裡有沒有一個地方 是專門給 就是給牠是休息的地方 有啊 牠在 牠有一次 你妨礙著我 我看不見我的樣子 你走 聽到聲音都可以 聽到聲音都可以 OK的 沒問題 我們其實想看狗的樣子 都多一點的 某程度上 大家都可以 一個人什麼時候 放狗就可以 放牠走背音都可以 OK的我們 剛才說了什麼 我忘記了 你家裡那個 有啊 有啊 Eddie問說 有啊 她有飛機箱 我不要牠 不用牠進去 等我們回來 但是我長期開著門 還有 不要發怒 咪咪 咪咪 你說話要大聲一點 因為你飄得很厲害 因為我兒子睡了 我盡量 我盡量 還有 他有幾個 另外有自己的床 不需要有一個地方 屬於牠自己 但是 當我們出了街之後 他永遠都不會 走去那裡 他可能會盡量 就在門口等我們回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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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家裡的區域 是代表 就是那個是休息地方 可能是不是 你覺得他是休息地方 但是其實他確定 他知不知道那個地方 是給他休息 就是那個家裡 劃分的區域 有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有 有 譬如 我所知的 都會 因為他睡覺 他會在那裡睡覺 因為我們把床隔離 另外 飛機箱 他 飛機箱未知是他 因為自從搬了之後 他未知覺得 那個地方是他的 休息地方 他通常吃飯 或者 通常吃飯 才會進去飛機箱 如果不是基本上 他都不會走進飛機箱 所以他會有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飛機箱 一個就是睡覺的床 OK 我想說他的床 是在你床邊隔離 還是有一個區域 隔離 就在隔離 哦 OK OK 你嘗試一下 不要讓他 就是 讓他自己嘗試一下 去獨立 讓他有一個區域 可能是聽 你畫一個區域出來 不要經常讓他覺得 還有你要有你在你身邊 他才有一個安全感 你要讓他學小獨立 哦 那時候有試過的 但是 已經不行 即是不行了 爆炸 是啊 我試過初頭的時候 要他在飛機箱 好像以前搬家之前 在飛機箱上 可以狼叫了一個小時 呼呼呼 這樣 但是一出來他就沒事了 千萬不要心軟 沒有啊 他心軟了 已經在他 兩三歲的時候 心軟了 所以他現在 已經跟著我們睡 我也不知道 即跟著我們睡覺 即是睡到床邊 所以我也不知道 還可不可以 還可不可以 還會不會 還會不會 走去和他 會不會 再重新做過這件事 其實真的有這樣的需要 大家都可能有一點點忽略 其實覺得入籠是一件很可憐 很可憐的事 但是其實 放回一個將來的想法 其實所有狗 基本上都一定會面對一個醫療上的問題 如果 如果 如果到他十歲的時候 或者十幾歲的時候 他才開始去習慣入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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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剛剛我講的 如果他真的年紀大的時候 好了 不會有一間獸醫 是會讓他在獸醫周圍走的 一定是入籠 如果到那時候 你想想 他已經不舒服 還要在一個陌生的地方 人事物 所有東西 完全都是不懂 完全都是陌生的時候 他才去習慣入籠的話 他根本就不可能可以休息得到 所以其實應該是盡了給他入籠 給他習慣一下 他有幾個地方 他很習慣入籠的 只是 我講他 我不用他入籠的時候 就是 我們不在家的時候 他入籠 他就會反而很不自在 不停地轉 不停地轉 但是 因為我看過那個營 當他 不在 當他 不用進飛機箱的時候 他 可能會在家裡走 走一走之後 他會在門口 但是他不會說 在飛機箱裡轉 在飛機箱 他可以不停地轉 不停地轉 轉一個小時 所以 後來就沒有給他 我們不在家的時候 他入籠 但是當我們在家的時候 他入籠 沒有問題 但是他又知道 要睡覺的時候 他又知道要睡覺的時候 但是 他就一定要跟著我們 到晚上睡覺 如果睡覺 關燈 你不讓他進來 他就會狼叫 就是我們沒有關燈 我們有做我們其他事情的時候 他可以在飛機箱裡很久 但是當他知道睡覺 或者當他知道我們要外出 的時候 他就一定要不在籠 一定要出來 所以他入籠是沒有問題 但是他會有選擇 有選擇 就是睡覺 或者是我們外出的時候 他就網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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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mi 多謝Mimi的分享 你看APAC和Tudi的食物 能力很高 非常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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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要照顧小孩 多謝你上來 Mimi 多謝你 我們留下和Eddie Eddie繼續聊天 Eddie 是 Eddie Sir先分享一下 好 看看你吃了什麼 吃了到門 是不是 吃了我的沙發 沙發 吃了沙發 整張沙發 我想跟你們介紹一下 來起的來源 接著就 什麼時候發現 有個分離焦慮症 什麼時候 最大波是什麼 其實他不算 其實來起不算是分離焦慮症的 他是怎麼說的 他會是一個很不安 那為什麼呢 其實我先說一下 來起就是 一隻糖狗 大概應該兩個月左右 兩個月左右 或者三年收拾他回來的 是的 這個故事我看著這個故事 我覺得你都很感人 我特意走去山 收拾 收拾狗回來 其實就不是我特意收拾的 其實我試完就是 因為我有個朋友 他說他在山邊見到一隻狗 好像很可憐 我問他 可不可以叫我過來幫他看看 我說好 我幫你 然後就過來看 我發現其實那隻狗 應該是有點病的 因為 就是看牠牙肉的偏白 有很多 就是精神比較差 我就跟他說 我說 不要一時熱血 想清楚 你這一步 抱回去 好是醜就十幾年了 不知為什麼他過一刻 就突然很清醒 就跟我說 那不要了 那我吧 但是那一刻我就抱住了一隻狗 那怎麼辦 然後就放下 還有我相信另外有一隻 應該是牠媽媽來的 那我就 大家真的千萬不要學我 我就跟狗聊天 我跟牠說 如果你媽媽或者你 我抱走你的時候 很激動 我就放下你了 我頂 然後她又真的 媽媽的來氣可能正在病 那她媽媽看一看 我真的走了 我真的逼著拿回家 帶了她回家 然後 真的帶了去受醫治 真的有牛肥熱 那 其實醫生也跟我說 你有定心理準備 現在這個歲數 年紀又小 就未必會治得好 所以我就有一個很放任的政策 任由你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但真的好死不死呢 又真的治得好 然後 之後 她就 開始越來越奔放 因為那時候 真的太過癡我們 那種醫戀性太強了 可能有時候 我不是在家的時候 她就會比較 有些不安 我覺得不可以叫做分離焦慮 是不安 她就會到處找一些事情來搞一下 直到有一次 我老婆就跟我說 你再不搞定她 就會搞定我 那OK OK 其實 訓練她這件事 其實真的不太過 花了很多時間 純粹都是讓她知道 有一個可以休息的地方 怎樣去畫分 家裡哪一個地區 是做什麼 還有讓她知道 其實家裡的安全感在哪裏 沒有讓她對我們有太過大的醫戀性 讓她學巧讀 其實慢慢都OK 沒有什麼的了 不過就真的很經典 回到家裡 你是會看到那些 整張知華士 整張知華士是分屍的 然後 你會跟著 到旁邊 見到你回來很興奮 然後 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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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 她去絕育的時候 已經禁食了 但早上帶她去獸醫 準備做絕育手術的時候 醫生衝出來問我 喂 你平時給她什麼吃的 我說什麼事 沒有啊 我看到為什麼有些黑色皮 有些類似的 沒有 她剛剛吃了 我之前吃了我一張沙粉 應該拔出來而已 沒事的醫生 你照做吧 這個是 不要只以為馬仔的破壞才厲害 其實很多BB狗 甚至乎糖狗的破壞力 都是嚇死人的 我想問 問題是 你的梳化 是怎麼破壞的 這張梳化是很完整的 破壞了多少成 你整個座位沒有了 是沒有了 你回來後 只剩下一塊皮 那些皮還要是不完整的 我有曾經嘗試過 去組合回去 但是真的組合不到 你有沒有想過 她很喜歡吃 之華是那張皮的味道 有沒有一刻想過 為什麼她吃了整張沙發 整個屍體 沒有了 是不是因為好吃 才會這樣做 那一刻就沒有去考究了 那一刻安撫了我老婆 真的破裂婚姻由此起 不是開玩笑 其實 因為那時真的對她很不安 因為其實她都未曾試過 這樣會 是一個這麼陌生的環境 我不在那些 因為那一天是比較 我長時間不在那裡的 所以回來的時候 我都感覺到 有些奶奶的東西 然後 怎料真的這麼奶奶而已 後來最主要就是 我有另外一隻狗 因為從小到日 牠照到牠長大 然後慢慢讓牠們 適應了 當萊喜適應了 在狗群裡生活之後 就基本上 很少會有什麼破壞的東西 其實最主要是讓牠們習慣 在一個狗群裡生活 嗯 其實是很短時間而已 就是這個 就是來起這個行為反應 都短時間而已 可能 至今我想 都是一個多兩個禮拜 其實都已經處理好這件事了 其實 都是自己懶的 都是自己懶的 打算算了 沒有搞那麼多事情 然後之後就自己吃完了 其實都 問題是你家裡 我想問你家裡有其他狗 是沒有的 嗯 有沒有人看著 沒有的 沒有的 其實因為我家裡五隻 你家裡的狗群都大 但是狗群 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狗群都大 因為其實通常 分離招利症 那些狗 通常狗群可能比較小一點 很多時候都是只有一隻 一隻 一兩隻 那些 牠們其實是會比較容易一些 因為其實牠已經對過主人 有太過大的意戀性 其實很多時候 老實的 可能很多時候都是寶寶狗養起 那你會覺得 很多時候就覺得 那隻狗 好像是寶寶 真的將牠耳人化了 又不是真的讓牠去學懂獨立 很多時候可能又會抱著一起睡 很多事情都一起做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是需要給那些空間 給那隻狗 去推動牠 自己去獨立 去處理一些事情 去面對一些事情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 都沒有做到這個引導的角色 只是很多時候就是做了 我不是說不理那隻狗 而是很多時候 你要讓牠去嘗試 去接觸牠很多事情 讓牠自己去面對 慢慢讓牠學校獨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是否Mathot問 那張梳化被擀的當時有什麼感覺 那張梳化有什麼感覺 你不如問問我的感覺 我認得這張梳化有什麼感覺 我只是知道 我感覺到我隔壁那個 有很大的殺氣 我隔壁就是我老婆 然後我現在拿著 那張殘骸的照片 不過拍得不太清楚 我只知道我那一刻 我只知道我那一刻 我那種感覺就是 我感覺到後面有很強烈的殺氣 哈哈哈哈 對了 我們在這個時間裡 有第一個遊戲 我想拿一下大家 看看大家投票 我們想看看就是 當你們的狗 問狗主很多事情 當你們的狗 有分離焦慮症的情況出現 你們會如何處理 我們會有些答案給大家選擇 我們是想看看投票 你會怎樣選擇去應付你分離 知道你正的狗 A 和家人輪流 在家裡看守著牠 B 剛才有中過的 Mandy有中過的 是 我看Mindian的處理方法 會多人用 B 鑽做家庭 把東西搬回家做 C 直接擠了 儲了一份空 回去 夜夜夜對著狗 D 不管狗 當狗 是正常人看待 OK 當牠是精神病人 正常人看待 E 帶狗仔去看醫生 F 尋求訓練師幫助 通常你覺得 你猜 你猜 比較上多人選擇是哪一個 Eddie 你覺得 大部分的人都會輪流去看著 看著狗 但是 其實一個最正確 不是最正確 如果你問我有什麼建議的話 我一定叫你選F 很悶 你的答案 很悶 你這個答案 還是這麼說 其實老實的 你試試看 我再看 那 我 我會 我會 建議選B B 轉做家庭 Doc Doc 不理他 就當牠正常人看待 好 我想按個答案 F 有人教F 尋求訓練 好 D 花主人 不理他 當牠正常狗仔看待 Echo Echo 你的狗都沒有分離之類症 你當然當牠正常狗看待 D Echo 你真的很 幸好 G沒有分離之類症 G G是什麼 D 慢慢開解 OK Winnie Winnie 又可能是D Winnie想解F 還是D 帶一隻狗 不理牠 或者帶訓練師幫助 或者是你找完訓練師 訓練師跟你說 不要理 不用理 分離之類症 就當牠正常人看待 是不是這樣呢 可能是 但我呢 你問我呢 我是會C的 OK 而且我的確是做了 是C的 我是已經 一個結果來的 是做了 做了 是因為這件事 而做 連工都不回 每天都坐著對著牠 這麼正常看著牠 你不要再吵了 不要再咬爛 你不要吃了我的房子 大家 你們告訴我 有什麼 聞開你選C 有 有一個新的 有一個新的 社工 花主人說 帶一隻狗去見社工 開啟一下牠 很好啊 我想問 會不會有人選 選了一個最新的 是選了一些全心師的 啊 是啊 我真的有一個客人 是選了全心師的 說一下 說一下 收圖 我不開名 九小時我也不能說 一說就知道誰了 他真的 他會覺得 問全心師 說為什麼 我的狗會到處去破壞 那些東西 那些全心師就說 牠在家裡不開心 那他就說 那有什麼方法呢 那就帶牠去多之街 我又不能夠說牠全錯了 但是我就覺得 其實 如果 我只是說真的 我首先 我 我表態了 我是很討厭全心師這件事的 我真的很討厭 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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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我又不說牠全錯了 到最後 牠真的經常帶牠出去 那 但是因為牠的狗 又是偏向那些 比較好 很敏感 又很搶性 那就 就真是很 就是牠 出到街牠就會經常都失禁 那 甚至乎江門線都被迫出來 那再去到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因為牠又不知道 那時候牠又用了那些空背帶 那去到最後就走了狗 然後 是 沒錯 我常常都想說 背心帶真的 用處大家真的要清楚知道 有很多時候 沒錯 背心帶向前衝 真的不會走 但是很多時候 一向後退 尤其是小胆狗 一向後退 就一定基本上走 那麽 那所以就 又真是託賴 又好彩 過了兩三天左右 就真的找得回一隻狗 好彩 因為 好彩就是因為 另外有一條 有條 那條 剛剛就 卡住了 在一個草蟲堆裡面的 那些樹 有什麼類似的 然後 就真的被牠找到 那我說 之後 到最後 狗主就找了我們幫忙 那些不說了 我想問 問題是 你說 就是 那隻狗 卡住了 在樹林那裡 其實是 我想說 其實很幸運地 就是 要卡住了 也有機會不幸運地 如果真的卡住了 其實牠 那個樹林 是沒有人去到的 那牠就白白在那裡吐死 是的 是的 還有大家都不要 就這麼說 有時候狗的求生 當那隻狗去到求生 這次很強烈的時候 真的會去到 可能會自殘而令自己去脫困的 尤其是一些細膽的 就是有時候那種 當牠那一刻 手驚起上來 那時候 真的可以去到很誇張很誇張 什麼 媽媽 媽媽喜歡吃 這個 今天我買了這個新口味 放了一些鳳仔 鳳仔給你 沒有炸味 是的 我經常被人說 我在這個節目裡 不是吃 人敢吃 其實你有沒有理過我感受 其實我真的在減磅 你有沒有理過我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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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肚子 在那裡掃東西 在那裡吃東西 不是 我其實現在我想問 全心思 全心思 我想問他 有沒有人真的嘗試過 就是小小題 我說是理解的 不是一定說你是分離之外職 而真的真的找個全心思 這件事情 大家可以有 告訴你 有很多人說 我還想看看 有多少人真的會去找全心思 這件事情 我們問一下 我們 我們可以開個題目 在那裡說一下全心 和分別 我怕我會爆粗 全心思 我沒有什麼經驗 真的 如果 Edithsir有經驗 其實可以分享一下 我也有興趣聽一下怎樣 就是理解那件事 也不要說很討厭 是不相信 就真的不相信 不過想聽一下多些 聽一下 當一些趣事去聽一下 下一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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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個人立場 不關這個會事 不不不不 沒所謂 其實很隨便 其實也有聽過 就是你問 不一定要分離之外職 就是很多奇難殺症 去到某個位置 就是主人可能覺得 有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或者是有些 比較上 很擔心的事情 心情出現的時候 可能都會找全心思的 我舉手 我有找過的 其實我覺得 我不知道Edithsir 同不同意 其實可能主人做不到 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 或者是那個方法 究竟做不做問題 而不是教不教的問題 是的 我有時候聽過那些主人 他很不開心 因為他試了很多的方法 但是有時候 他試過那些方法 未必中可能 而且未必那個時候 未必是 他等到那個時候 效果出現了 可能有少少的轉捏點 他不懂得捉緊 順著來走 他突然有少少 他自己察覺不到 他覺得沒有 沒有這件事情 接著他就可能 用了另一個方法 其實我是有遇過 這樣的情況 是的 我不知道Edithsir 有沒有撞過這樣的情況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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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試過一個 有一次個個個案 就是可能他上網看 他就說他隻狗 出街搶繩 搶得很緊尿 那他就 聽說 他上網看過一些 就說 他用食物去做一個引導 我是認同這個方法 但是 但是 看回自己隻狗的性格 他在街上已經害怕到 連食物都不肯吃的時候 我說一開始 你跟他做這些訓練的時候 你不能夠可以 就是你不要在一個 那麼大街大巷 那麼多事情 可以揣擾到他 的地方去做 你應該要在一些 較為寧靜的地方 沒有什麼揣擾 令到他可以慢慢 培養了這個習慣 很多時候 這個方法不是錯 但是沒有去跟應當時的情況 和你隻狗的性格 就是 用食物 可能他會走一步 給食物 其實我是買的 我們都想 這個方法是合作的 但是 但是 環境上的因素 有沒有去考慮清楚 很多時候 大家只是看了一些 很表面的東西 而沒有去理解到 自己的實際問題 好像 人家 為什麼人家的狗可以 我的狗不行 那麼其實 每一隻狗的性格 他的背景 所有事情都不同 不可以一過而論 要看你自己的狗面對的問題 最重要是性格上的差別 對 沒有我們這個問題 去到訓練的問題 大家 看到Winny說 只是有一個朋友 剛剛學成全心 就問他找了幾個問題 OK 你覺得嗎 可以嗎 另外 什麼問題都可以說 例如 你今天吃了飯沒有 是不是那些問題 還是 還是 關於狗的問題 有些 有一位 淑嫻就說 幫人找狗的時候 那個狗主找個全心師找狗 這個很常見 找全心師找狗 然後當然找不到 但是我也聽過 有些人找得到 可能少一點 不 通常我有一個圖片 大概 那隻狗會看到一些圖畫 那些 那些 對 對 其實 你們看 反而我有沒有考慮到 這個 有分離焦慮症 就找全心師去解決問題 我沒有想到這件事 幸好你講一講 如果大家真的有 因為分離焦慮症 而找過全心師的 你們都可以分享一下 給我 看看我不行 因為剛才我跟你說 找全心師 是 我有 我有找過 但是 因為是我隻貓的問題 我隻貓老 大家都知道 最近我隻貓走了 我是老 幾年前 幾年前 身體出現了很多毛病問題 我其實純粹是很想知道 我隻貓 因為知道已經是差不多 是 連環路去了 都想知道那隻貓 試了些什麼想 你問我信 有些 信不信的問題 那一刻我就很想試 只是這樣 那 其實你下次可以問問我 我也是全心師來的 知道 知道 看了一個 《向西文記》第一集之後 我相信我也是一個很好的全心師 Echo說什麼 我朋友帶一隻貴虎 一出街就廢 傳心師說牠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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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告訴全世界聽 牠正在出街 OK OK 還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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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die 好像你這樣說 傳心師說狗不開心 就要帶一隻狗到街 讓牠很開心 其實你中的 傳心師說沒錯 因為你回來知道牠正是因為牠人不在 那你牠人在 帶牠狗到街 那隻狗到街 一定不開心 我實在做的 其實 我會這樣說 我又不是說一觸包辦 一船人的 我相信有些全心師是可以的 OK 我改 是可以的 我覺得 你某程度上是可以的 你某個角度 不同的角度看下去也可以的 不是說牠是錯的 牠是對的 但是 你也要有意義的 大佬 不是每個人真的不用做 是不是 你不是說每個人都可以像你這樣 可以在家辦公室 那我真的沒有這樣有什麼辦法 就是有些 我沒有東西做的 你明白嗎 我是不做的 我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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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時候真的 你真的要有大意義的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 每個人都可以 那不行的時候 那要什麼方法去處理 就是當時的方法有很多種 就是看來不會有一個特定的方法 可以在所有狗都可以用得到 和所有狗主 就是真的看回牠的方法 我真的不能夠說牠是錯的 那這樣可行嗎 那這樣也可行的 那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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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好像問米一樣 是 類似 類似 但是 我很要求 我要求大家 真的 不要說什麼對什麼錯 我純粹是一個很八卦 想知道更多的心理 如果我們接下來 可能開一集 若然大家真的有找到全心思 無論 我想知道一些是成功的個案 找全心思成功的個案 或者是一些 為什麼不成功的個案 這是很平衡的一件事 希望大家上來分享一下 你們可以tm我們 e-box我們告訴他們 你們可能 你們有經歷 經驗 找到全心思的經驗 可以分享給我們 我們真的很歡迎 我們開一集 來講一下寵物全心的分享 開心分享一下 我們大家 是不是 OK 好了 今天我們節目差不多 但是 未至的 我們之前 一開始問了一個問題 又拿了一個問題出來 文海 還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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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有人問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今天主題 是分離焦淚 對吧 對嗎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問他們 分離焦淚 究竟會出現什麼的情況 你還沒問他們 是啊 你不拿出來的 這個 來 現在拿 現在拿 先問他們 好 我們分離焦淚症 我們說分離焦淚症 我們說分離焦淚症 為什麼你的狗 是分離焦淚症 分離焦淚症的狗 會出現什麼情況 A 廢喬 不斷廢喬 B 流口水 C 破壞東西 D 內溫被失調 E 自殘 F以上皆是 對了 大家有沒有覺得 分離焦淚症的狗 通常會出現什麼情況 其實我們現在的節目 都說了很多 其實差不多都 中了 只有一件事沒有說過 我們只有一件事沒有說過 那個是不是善人的 那個 那個 真的在 不是的 有說過的 那個有沒有說過呢 那個好像沒有說 又不算有說 失調 好 說了好少 好少好少 一兩隻字 他們 他們在打字 是不是 CF 還有什麼呢 有些什麼 咦 大家還有什麼選擇 有什麼 只有文鶴我選D 內分被失調 我又很想知道那個Case 怎樣內分被失調 文鶴怎樣內分被失調 文鶴給你揭鐘 告訴你其實是什麼 其實所有都是中的 基本上 因為 以獸醫的某些Case來講 分離焦慮會影響到狗狗的一些分泌 他們會覺得是因為內分被失調 要影響了狗狗的行為 就是某些分泌物分泌多了 某些少了 所以獸醫是會開某些的藥去抑壓它的內分被 所以答案裡面有內分被失調 這個是會有 但是我們一般人的角度 是不會將這件事去看重的 因為一來我們是生長 盡可能是用訓練 令狗狗可以自控到這個行為 可以自己協調到它自己的分泌 而不是用藥物去處理 所以內分被失調是有的 但是很少聽 OK 好啊 我看到Mandy說 有一個G的出現 就是看錯 剛才Mandy說了 他這隻狗 當年之後就很臭 發出 那這個算不算歸納為內分被失調 文海曾經說是口水來的 應該是 是口水來的 因為那隻狗 就像Boodle一樣 這裡會有心毛的 那當它緊張或者焦慮的時候 有些狗是會不停地流口水 或者在那裡震 是口水多 是口水多 那這裡會拿了一塊 當主人回到它的時候 這裡那個乾了 它會覺得很大陣味 其實不是 它是口水的味道來的 可能一些短毛狗 你會比較少會留意到 因為短毛狗 可能這裡很快乾 不會遮住 或者自己舔都已經舔到沒有了 但是如果有些狗狗 好像Boodle一樣 或者西絲 它的口水會在下巴那裡 那些毛在下巴那裡遮住 就會很臭 它會覺得是一個體臭 其實不是口水的味道 Syl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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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是A A成一萬 即是她是勁費 花在家裡 是不是 真的 另外Ivy 就是講C 其實以上各種都是的 以上所有都是分離焦慮症的症狀 好 好了 我們說回我們一開始的問題 是有問題 是的 什麼狗 什麼狗 比較容易患上焦慮症 我們剛才都說了很多 其實Eddie Sir Eddie也說了答案出來 她不斷地說 其實什麼狗 比較上是 分離焦慮症 容易患上分離焦慮症 就是這個B的 依戀的狗 為什麼 一隻狗太依戀 依戀 其實很重視人 它之間的感情 為什麼我一開始告訴你 馬仔是一種比較上 很容易中分離焦慮症 機會的狗種 其實是很高的 馬仔是分離焦慮症 要中的機會是 因為馬仔本身是一種 比較上是 對人呢 是有一個 connection 是很強的狗 它是很重視 人之間的感情 還有它 它就是真的 它對人的 依戀性是很高的 它無時無刻 都是很想在你身邊 無時無刻 因為它是一種 它這種的工作犬 其實是很希望 跟人去 有一個互動 其實很常常 很希望跟人有互動 很希望跟你是有一種 關係更加密切 有一種 即是有一種 往來的關係 所以它經常很渴望 你什麼時候跟它玩 什麼時候給它做 或者什麼時候 跟它一起做一些 互動的事情 所以它對你的 依戀性是很強的狗 所以這種狗 尤其是依戀性強 或者馬仔這些狗 它對它重分離之類 剩餘的機會 是比一種狗 高一些的 OK 是的 這個 Eddie Sir Eddie有沒有補充一下 医戀性 剛才你已經不斷說了答案出來 是的 有沒有補充一下 医戀性 給我們的朋友聽 其實很多時候 或者這麼說 不僅是馬仔的医戀性 其實很多時候工作權 都會有這些問題 因為大部分現在很多人都把工作權 當成普通的家犬去養 但是忽略了它對工作那種 就是對工作那種欲望 還有那種希望 我要去做一些事情 我要去找一些事情 我要去找一些事情 去做的時候 很多時候大家都忽略了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當你有權利可以養一隻工作權 或者一隻什麼狗都可以 但是你必須要有義務地好好地 教好你自己的狗 至於這隻狗對人的医戀性 如何太強烈 很多時候 大家都將這隻狗 異人化了 認為這隻狗 其實很多時候 分離焦慮的原因 很多時候 因為主人本身 就已經是一個分離焦慮的人 他很多時候做了很多事情 他很多時候做了很多事情 是覺得 他認為這隻狗很需要他 他投放了很多感情 他真的沒有去做到一件事 就是 沒有讓這隻狗去學巧去獨立 這件事我經常覺得 很強調 你要讓這隻狗去學巧去獨立 去面對一些問題 甚至乎讓牠去學巧獨處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一樣 也是 醫療上的問題 沒錯 當牠習慣了入籠的時候 可能牠的問題不是入籠 而是牠習慣了有你在牠身邊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都要有你在牠身邊的時候 牠不懂得如何去自處的時候 牠在一個陌生的環境的時候 有什麼可能可以休息得到 所以其實大家應該 除了 你除了給牠一個關愛之外 你也要讓牠學巧讀 嗯 OK 好啊 那文海呢 我們先收錄片 先在文海看清楚一點 很小 很小 是的 文海 你有沒有什麼可以補充一下 因為其實雖然我們明天都應該會繼續 是的 明天會繼續的 那今天因為我們Casual Talk 很高興 今天邀請了很多朋友進來 有Eddie Sir進來 Eddie老師 Eddie老師 Eddie 可能我們日後可以多些去分享 我想就算是我 好啊 都很有興趣去聽一下你的Case 或者大家交流一下 或者看看有沒有Case 可以特地聊聊天 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呢 我們呢 很多觀眾呢 都說要說鬼故 鬼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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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發生在狗狗上面的鬼故 怎麼發生呢 是啊 就是 可能呢 有些人會 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覺得這隻狗狗是不是有些東西 看到有些東西呢 哦 哦 哦 OK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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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們有空找一些集去分享 當然啦 等下主席去安排這個時間 是啊 那主席有沒有補充呢 沒什麼要說了 主席 會長 其實我想補充 但是我不是主席會長 會長來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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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今天很輕鬆地這麼說說 其實我們走得很輕鬆 但是為什麼一講到這個 回來之後大家有沒有變得很凝重的 其實我們希望大家輕鬆這麼驚訝 講一下你們的小狗 面對的問題 大家的處境 其實分離主導症是非常影響你正常社交 正常日常生活的一種問題 對於狗主來說很困擾 但是這個問題也是很普遍的 我們很希望如果有這個分離主導症的經歷 也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還有今天我們純粹是一個分享 明天我們也會說一下 我們會邀請一些 可能叫Ben Sir上來 我們一會問他是不是可以 明天我們進入這個 如何令分離主導症比較緩和 或者是不要解決定 未必是可以完全根治的 好像我的狗就真的不可以完全根治的 為什麼去幫助狗主 有什麼方法令狗主舒服一點 在整件事來說 可能是比較上可以令到它 可以進入日常的社交圈子 令狗主的生活 還有如何令狗舒緩回到這個政策 明天我們就會跟大家去探討一下 這個解決的辦法 或者是如何去改善的方法 OK 那 另外除了分離之外 我們再講一講 我們馬連奴同學會加入了 有些新的朋友加入了 就是Dr. Jason 我們有個獸醫 專業人士加入了 我們真的很恭喜 都很高興 Dr. Jason 我們出了帖子 大家可以留意 如果大家對於寵物健康上 有任何想知道的資訊 麻煩大家告訴我們 你們有什麼題目想聽 想知道的話 告訴我們我們會跟Dr. Jason 每次講一些比較想知道的 多一些人想知道的資訊 我們儘快就會可能會 我們的健康星期二 就會是跟大家慢慢去 否則一下大家想知道健康 Eddie 你有沒有一些東西 是歸狗健康 是很想問受醫的呢 我其實很想大家都去 接觸一下胃扭轉 因為胃扭轉對於 中大型狗種 或者是工作狀 是比較容易都會出現這件事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好好留意這一部分 因為真的 我都聽了很多 都不是現在的事情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有發生這件事 這件事其實死亡率都很高的 希望你們有一個題目可以說一下這件事 是 違反轉 違反轉其他部分 另外你問我自己本人就會是 可能會說是失過儀位 那些我只狗有這個情況 文凱有沒有一些什麼想受醫 給多一點資訊 我想問受醫這個就爆了 不是問一些簡單的問題 一些很嚴肅 很嚴肅 而你們又覺得很奇怪的問題 你知不知道我會問他一些什麼 狗需不需要打飛機 這件事其實很多人都沒有這個想法 但是也都曾經有朋友是有幫這隻狗打飛機的 嗯嗯嗯嗯 這個真的應該挺值得去討論一下的 是不是是不是 就是在醫生的角度裡面 究竟會不會幫到狗狗 或者是會不會可以真的幫到狗狗的某一個行為呢 是不是 那很老實 我沒有的 我沒有 因為我是做訓練的 我沒有理由去用這件事去 不是 你是沒有幫他 你先說什麼 哈哈哈哈 沒有幫我的狗 因為我以前有兩隻狗攻的 那也沒有的 但我有朋友就說有幫狗狗去做這件事 是不是很吸引那個題目 都是的 你這樣說我真的有曾經試過 因為我不知道有沒有人養過櫻虎 櫻虎呢 真的 我也很想說 櫻虎真的很喜歡爬來爬去 有時候我們也會有做記仰 有時候基本上我們也會拍片給客人看回自己的狗 我不知道為什麼每次拍出櫻虎 我就覺得好像自己在拍AV一樣 就這樣就這樣 OK 好了 這個時段我們有小朋友看的 雖然是夜深的 OK Ivy就說關節問題 OK 我們都會問 就是你是不是想問 狗的品種和大型犬的關節 就是有沒有這個關節的 不要緊的 大家有什麼想知道 想Dr. Jason跟我們再深入地說一說呢 麻煩告訴我們我們 我們會把你們的意見 即是你們的問題收集了 接著我們就會跟Dr. Jason去談 然後Dr. Jason就會拍片 跟我們在健康星期間跟我們分享 我想我們的會是 很榮幸找Dr. Jason來跟我們 入我們的大團隊 跟我們大家庭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祝福這個 有一個這麼好的機會 問多一點關於寵物的健康上知識 我們真的有獸醫跟你解答 這件事 好 今晚我們的三多 對了 不好意思 Kenneth 我回答你 范范是在睡覺的 它不是一張圖畫來的 范范起來吧 范范起來吧 好 今天很感謝大家 多謝文海 多謝Eddie 多謝Mandy 還有多謝Mimi 跟我們上來聊天 說了這個奔離招 我們也會多謝我們的贊助商 我們會有些食品的相片給你 謝謝 多謝 多謝 謝謝 多謝 你看看你 これ之後 可以 やっぱ去十分延長的時間 差不多 明天 我們會繼續跟你說 分開赶離症的解決方法 或者是一些舒緩方法 留意到我們明天 我們會到我們專業的地方 今天大家就時間差不多 麻辣 多謝大家 拜拜